这两年因为疫情的原因 有一种车就变得特别火 有一种车慢慢削落了 什么车削落了呢 就是我愿骑的那种所谓的休旅车 ADV类车型慢慢的削落 而身后的这种车 这个慢慢的就会变得特别火 猛的一看 你是不是以为这是荆棘拉闪300 错了 这个是荆棘拉闪300的姊妹片 当然和QJ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这个叫小马300 这个当前发布会的时候 咱具体的介绍过这个车 咱今天实际的拍一下 看一下 首先说这个钥匙 这个钥匙还蛮具有个性的 刚开始的时候 我以为这个还是一个比较 自己去改了的钥匙 这么一个骷髅头 原厂配了这么一把这样的钥匙 这个车其实也没有啥可说的 和闪300可以说是 如出一辙 仔细看了一看 从外观上第一眼看上去 有一点不同的是在哪的 它这里有探钉 一会看了 我记得大部分的这种所谓的巡航车 是都没有探钉的 和闪300同样的V型双缸 然后轮胎也是CST的 刹车包括后边的轮胎 如出一辙 这里它现在有两个座本 这是个单座的 据说原厂还会再给你带一个 双座的这么一个 你愿意 你如果不是单身狗的话 你也可以把后座加上 但是我觉得骑这么小的车 一个座不够了 这考虑啥还得带女朋友啊 你要说配置哪里高点啊 这个屏幕这里啊 屏幕这里大家会可以看一下啊 这个屏幕算是一个 负显的彩色的屏幕 相对来说比起那些 你像它的竞品类车型 屏幕显得高大上一些 但这样也有缺点啊 刚才我在骑过来的过程当中啊 也可能今天这个紫外线比较强 我觉得这个档位啊 包括时速啊 就不是显示的那么清楚 也有可能和我老眼昏花了 是有关系的啊 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在于它的这个 前面的这个复古外观战斗的大灯 我把这个大灯给你们打开 让你们调一下啊 三颗带透镜的LED大灯 打开 这是远光远光和近光区别不大 只是这个造型造型是不是有点某某车型的神色 KUJ虽然和它联姻了 但是还不是那么像的 它反而是更像的 这个价格方面你说和闪三百相差 没啥没啥相差 我觉得这都一样啊 包括后边的这个皮带 我刚才看了一下 应该也是这个盖茨的皮带 这个和闪三百是一模一样 一开始以为它能够投屏 因为它是有着这个各种的菜单这样的设置 但是现在也是投不了屏的 不过对于话说回来 这么一个小仪表 投屏也没有什么意义了 女孩子 小个子 城市里骑行 你觉得踏板车没有意思 想选一个有点个性的 那不就是这类车型吗 像什么金吉拉 像什么闪三百 像这个新出的这个小马三百 小马三百啊 其实你可能这个牌子 你是刚刚听说 但是哈 它也算是一个 我记得属于王 对你看王野旗下的 王野旗下的这么一个 子品牌吧 这个车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它的重量比较轻 整倍重量167公斤 所以说同样的重量 同样的动力 那相对来说 谁轻谁更沾光一些 不然的话 要不配探钉呢 难道能 能那个压弯的时候极限 难道能翘头 这个咱不知道了 对于我这么一个 佛系汽车人来说 你让我用它去翘头 去压弯 我是不敢 你们敢不敢 我不知道 大家会觉得 这款车能不能变成一款 走量的车型呢